上古奇书山海经 说地理 说物产 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 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 远古生存指南 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智语 荒怪陆离的言语中 蕴含一股子神气 让书写他的族群 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 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 用惊人神思连接原古处心 让山海经再度惊奇 山海经描述了太阳升起的地方 在东方的汤谷 一棵扶桑树居于水中 上面栖息着十个太阳 它们是地君和西河的孩子 太阳们九日居下之 一日居上之 轮流升空 在妈妈西河的带领下 按照一定的时间路线 给大地送去光明 太阳妈妈每天都会给值得太阳沐浴 太阳一家其乐融融 温馨满满的 人间也在阳光沐浴下 周而复始的生存繁衍 认为这是恒定不变的规则 岂不知在人类诞生之前 各类灾难聚变导致地球很多生物灭绝 每个物种存活至今 实属无然 一次特殊的灾难 被记录在中国神话里 炙热蒸腾大地 草木礁枯 火山喷发 岩浆遍布 这个金布场面 被山海经形容为 十日居上 十个太阳一起出来炙烤大地 人间的女巫被炙热杀死 太阳家族发生了什么变目 山海经对此西字如今 没有解释 既然有十日围祸人间 摄日英雄义 也就合情合理地登场了 除此天问里说 亦为什么要摄日 太阳中的金乌又为什么会死 这说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亦摄九日的故事已经在处地流传 现今流传的山海经中 却看不到亦摄九日这个故事 山海经虽然没有提及亦摄九日 但却说了一段话 耐人悬味 说天地地君 也就是十个太阳的父亲 赠给摄日的义 一把红色的弓和白色的增建 希望义用这把神奇的弓解救下地之百坚 这里说的百坚 包含帝君的儿子们 带给人间的苦难吗 赠公行为是对即将发生的灾难 唯一的暗示 这把可以改天换地的神功赐予你 你要用它去帮扶人间 我手里握着的就是同工所增 这是天地把至高无上的惩罚权力 交给我了 一得到帝君赠予神功 他即将下凡以服下国的故事 是发生在十日居上这一事件之前 还是十日围护人间之后 我们不得而知 赠公这一举动也暗含了大义灭亲的意味 为什么是他拿了同工肃增 太阳神功给了别人 我们还能是太阳吗 哼 为何神功只剩下我们 他叹我们英雄生空 抱要他看你这剑要射向何方 什么原因造成十日同时升空 始终是个谜 几千年前或者更久远的 神话所描述的天空之上 诡异的奇观上演了 金屋们带着无尽的愤奔飞离 扶桑树 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停滞了 十日并出了 历史或神话总是存在惊人的巧合 十日升空的神话传说 在西汉淮南子的描述中 却是发生在 姚帝治理民间的年代 一场空前严重的旱灾 被形容为 天空好像出现了十个太阳 晒娇庄稼 杀死草木 民众没有东西克制 人们试图挽救这场天灾 巫师女丑 冒似登上山顶 为生灵祈求 却被天空之上的十日 用炙热杀死 这是《山海经》唯一记载 十日同时出现 是人间巫师殉难的场景 上古之时 巫被视为可与上天沟通的中介 女巫之死 代表着谈判失败 面对这场灾难 人类显得恐惧而又绝望 终于众望所归的英雄登场了 这是你们逼我做的选择 让世间生灵涂烫 我 虚不大眼 不仅保护了你 也不是用来受命的 神灾 神灾 参天 便是我们 没了 没了我们 天命无力分析 给屈原发出的一烟闭日 乌烟泻鱼 后世做了更详尽的解释 瑶帝时期十日并出草木交枯 瑶帝命义射十日 义射中了九日 日中的金屋鸟都死了 只留下一个太阳 射日故事流传到汉代 已经从帝郡时代赠公于义 演变成 瑶帝命义射九日留一日的行为了 在对抗旱灾的神话世代流传中 义也成为了人类眼中救民于水火的大英雄 山东武良祠东汉画像石上 也描绘了这一场景 义拉开弓箭 直指扶桑树上的太阳金屋 有的金屋受惊飞离了树 树下有人正要把车挂在马上逃离 车顶有个人张开双臂冲着翼 似乎在阻止射日之举 他是谁 我们能否推断 那是太阳妈妈西河 在哀痛和阻止太阳儿子被射杀的瞬间 哪一个妈妈能眼睁睁地看着曾经温馨的一家人 从此亲情骨肉生死两格 两千多年前的画像石 证明摄日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 而且版本众多 花样翻新 比如说剩下一个太阳 它也不想出来 别的人都死了 我也不想出来 就派了很多的动物去叫它 然后公鸡就叫 就是很诚心诚意 四川话说八心八干地去叫它 就说哥哥 哥哥快出来 于是就说公鸡叫的 就是哥哥哥 哥哥哥叫它 于是那个太阳被感动了 然后太阳就出来了 但是在太阳没出来之前 它躲在那个马齿线的这个菜的下面 然后蚯蚓看见它了 然后蚯蚓就要告诉这个义 太阳躲在这里 义没听见 于是呢 这个蚯蚓的告密没有成功 但是就是这个马齿线呢 就保护了这最后的一个太阳 从此以后 每到这个公鸡打鸣的时候 然后太阳就出来了 这个蚯蚓呢 因为它是一个告密者 太阳从此以后就结下梁子了 只要蚯蚓一出来 它见光死 但是就说马齿线呢 就是无论太阳多大 永远是非常的翠绿 义真的设下太阳了 有人认为 帝郡西河生十日的神话 其实象征着远古先民 将一年划分为 十个太阳月的立法 遗族至今还保留着 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力 而帝郡也和另一个妻子 长息生了十二元 那么到底靠十个太阳来划分 还是靠十二个月亮来规划时间 古人也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 太阳力比月亮力一年多出十天 拿着多出的十日怎么办 于是演化为 设十日的神话 为什么会设十日 而这个十日正好是 多出来的这种天数 阴历和阳历的多出的天数 正好十日左右吧 它会具象化地表现为 这个十个 就不断地去循环的过程 那么后来人们要把这种权力 收归到一个天地之里的时候 就要把它压缩一下 我觉得这里面或许有一种 现实的社会整合的一种需要 它投射在了这种天文神话上 然后就表现为一种 十日变成一日的这样一个过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还有人这样认为 十日就是以日为图腾崇拜的部落 所谓一射十日 是一战胜其他太阳部落的一场战争 有十个这个太阳族呢 相互争夺这个领导权 这样的一个关系 因为一个神话呢 它是多面体 它要从多元的决斗 多角度地去解读它 山海经理没有记录义的设日行为 却描述了义参与的一场战争 他射杀手拿顿或割的枣齿 西汉淮南子 却把枣齿归为六兄之一 说义出没在 仇华之野 凶水之上 青秋之泽 洞庭等地 分别用诛杀脚断秦的方式 剿灭六大凶兽 以最擅长的 射这种方式呢 独留给十日 于是射日这一惊世壮举 淮南子仅仅用四个字 上射十日 轻描淡写 并混在杀六兄的描述中 十日变初 我们魅力无难 才出来诗人 昔日变初 冰冷的凶水也都会疼了 我太热了 才出来诗人 要怪 你就怪时日吧 我仗着巨王 只能上风 时日是我的偶像 我追随他们山山风 昔日莫能燃烧天下 我就贪食天下 十日冰添 火烂烧大地 我把红水其实是永久快被烤烂的苍生 我这个样子似乎像很多年了 终于解脱了 耐人寻味的是 天问里也特意提及六兄之一的风吸之肉 说义拿着强功利器射杀了大野猪 为何他献上肥美的肌肉 天地却不开心呢 厚地不弱 上帝很不高兴 你不是完成任务为什么不高兴呢 上帝让他教训教训那十个太阳 结果他直接把人家射死了九个 那九个都是上帝的儿子 那上帝能高兴吗 所以就不许他上天了 天问这句鞭辟入礼的疑问 似乎把各种史料理零散记录下来的 义的几个行为 串联成一个更加悬疑的故事 首先 山海经一说 十日居上 致杀了女丑 二说 帝君赐公义 要她解救 下国之百姦 三说 义射杀了作乱的早耻 后来的淮南子进行了补充 说义不仅诛杀了早耻为首的六兄 而且还上射石 所以 天问出来总结了 为何一完成任务 献上风吸之肉 天地却不领情呢 早在两千多年前 民间流传的摄日故事 在众多史料的接龙中 不渐清晰起来 那日公交与我 您也后悔了吧 如今九个太阳金屋陨落 凶兽杀光 人间重获安宁 也无法获得您的原谅 我 再也回不到天上 山海经最后一次提及义 叫他仁义 也许是因为义射日 杀六兄拯救先民于水火之中 先民爱戴他 故称他为仁义 而义呢 因为自己一系列的行为得罪了天地 无法再回到天上 从一个天上下凡拯救人类的神 转化成人间的摄日英雄 降落人间的义 还是想保留神长生不老的特权 他首先想到了昆仑山 方八百里 高万刃的昆仑山 是天地在下界的都城 山海经里说那是百神之所在 最重要的是掌管不死之药的西王母 就住在这里 义顺利取得了不死之药 然而命运又一次跟义 开了个玩笑 这一次改变他命运的是 嫦娥 先前文献归藏 最早说是嫦娥偷了西王母的不死药 西汉淮南子说 是义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 所以嫦娥才能惬意奔月 嫦娥是义的妻子 于是妻子偷药就合情合理了 我们发现南洋画像石里 奔月的嫦娥仿佛很欣喜 一种说法就认为 嫦娥害怕人间的生老病死 亦为嫦娥来到昆仑山 向西王母求护死药 一粒生天 半夜长生 十粒 不多你 一粒生天 半夜长生 成仙 不死 不死 一人一磕 一人一磕 一人一磅 一人一磅 嫦娥 嫦娥飞生天界成为月神 而义呢 怅然有丧 无以续之 驱动这种想象的 是人类对长生不老的永恒渴望 嫦娥跟义之间的这个爱恨情仇的这个故事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日月神话的一个变形 她为什么自己没吃 然后恰恰是嫦娥吃了 实际上就是夜光何德死则又欲 就是为什么月亮这个消失了之后 它会又重生会再现 然后人们会认为一个女性神奇所主导的这个月亮 它代表着某种能够死而复生的这种神秘的生命力量 而这个生命力量其实就是 义从西王母那里所取到的不死之药表达出来的 一个英雄摄日的壮烈 一个月亮女神的悲欢离合 一个久畅不衰的神话故事 徐徐展开 这一切起于天象又归于天象 人间只是坐看日月流转 寄晴于世约 随着金人对神话加深解脱 更大胆地推测 应运而生 除此天问提到天地降下 上可以摄日能用它去帮扯人间 今天这个意义上面看着是羽毛的鱼 现在这两个剑并在一起 然后把这个字90度放到 再看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它用自己是箭的 它本身就是射箭的箭的意思 就通过这一个字的考究 大致可以确定 它本身就是太阳神的化身 所以后裔就是个太阳神的一份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因为它的化身是一只弹鸟 太阳鱼因为太阳会飞行 太阳会飞行 所以就跟鸟的飞行 发生了类似年纪 从此我赐你一个全新的名字 叫做义 传说中有两个义 一个是摄日英雄义 一个是下代有穷士首领后义 唐代以后义和后义的故事 混淆在一起 所以后义摄日的说法 由此而来 至此中国的太阳神话告一段落 从帝郡妻子西河 产日欲日的温馨场景 到摇命意设时日 种其酒的壮烈瞬间 我们能看出帝郡和帝瑶 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面貌 先民从今和自然的自在人生 逐渐地走向与自然抗衡的自为人生 人类从敬畏天地 到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人们开始呼唤属于人间的英雄 也有人把太阳神的故事 画在石头上 没有留下一句话 但也表达了那惊心动魄 时日在天的故事 它是太阳 它来自太阳 它在射太阳 进行拍过影响 不是 改称 进行拍程序 自己的地段 自然贵 武人 身影响 在适当中 这一生命之音 在台湾里面 看到了 突然 徐是 这一步 帅